內地農村流傳領分習俗 在供求失衡情況下 女師價格飆升 拼乃高達十幾萬人民幣 有不法之徒、掘墓導師 甚至殺人賣師徒利 今集發射台的目標 就是見利忘義 導師、賣師、吻滅人性的惡行 在河南南陽市多個鄉鎮 發生多單女師被盜個案 據法院判決書顯示 賊人偷走女師後 運到山西、湖北等地方搞冥婚 導師集團為了錢 不止年輕未婚女死者 連婆婆遺體都不放過 警方多年未破案 孝子、吻孫一喝眼淚 為保護先人安寧 村民在墓地搭行 安裝天眼 日夜守墳 可謂勞心勞力 用水泥棺材套著木棺 甚至看鋼羹脫龍 造實棺材 在二十一世紀港創新科技的今天 類似冥婚這種迷信集中仍然存在 坊間認為 沽墳會不利族人的運勢 所以要幫死者找配偶 發展成一條黑色產業鏈 同時衍生出導師、賣屍、甚至殺人等罪案 甘肅一名無業男人 早前殺害兩名智障女子 再將兩人的屍體賣給他人舉行命婚 雙方交易不到一個月 警方才找上門破案 在中國傳統文化裡 有所謂死者為大 但因為古老習俗 及文字未開 活人見錢開眼 道德淪喪 令先人死不安寧 入土為安成為春秋大夢 這種大生意 連醫護人員、殯儀館職員都紛紛踩過界 在醫院等候時機 一等女患者斷氣 就立即向買方父母通風報信 儘管政府近年嚴厲打擊 因冥婚引發的盜竊、侮辱屍體等罪案 買賣屍體、介紹買賣 都被列為打擊對象 為者以侮辱屍體罪論署 一經定罪最高判監三年 不過只要有利可圖 導師只會禁而不止 當局是時候從教育入手 徹底移風逆族 同時加重刑罰以事情計 今集鬧到這裡 再會 接近ussen 有這麼大的 註言